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誠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個話題 我用英文講 I am looking for you I am looking for you 我在等你來學習 那我是浩人跨文人士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聊這個問題 這個我不用量 我現在來談一下這個 這是我大概19歲20歲 下面這個我們就講過很多次 我現在聊一個話題 因為台灣這個經濟不景氣 持續十幾年 到現在大概快20年 因為20年前我在大陸 10年前我也在大陸 大陸蓬勃發展 我當時就不是很看好 我是認為說台商都跑到大陸去投資了 所以把台灣的訂單都轉到大陸去 台灣被掏空了 我當時就認為說 我們在大陸忙著要死 1年365天沒有停過 而且三班倒 24小時工廠都在運作 我幾乎都沒有休息 非常累 有的人講說 你們在大陸包二奶 我沒有二奶好 我沒那個命 也沒那個體力 每天工廠都忙著要死 那個是我以前的工作 我負責那個工廠 當然給我很多 有一些人生的特殊經驗 這麼巨大的工廠 由我一個人在處理 那我們不提 我們提一下這些訓練 這些訓練的來由 首先我來講 剛剛講說經濟不景氣 很多人現在有18%大家真的要死 這個軍公教人員都在那邊講 說他勞苦一生怎麼怎麼樣 那事實上我也確實看到一些 我是1955年出生 今天62歲 跟我同年的人 當年出來當軍人的時候 不管是軍官士官還是教師 公務員 他們薪水就非常低 那個是原來就是這樣子 公務員軍公教人員的薪水 所以國家要維持在低心智 這是全世界的 大概開發中國家 普遍現象吧 現在當然都改 中國大陸的軍人的 待遇都非常之高 讓人家想要讀軍官學校的人 太多了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的軍人是非常辛苦的 公教人員也是 所以覺得他們在社會地位上 職位受人尊敬 可是教師 只有教師 公務人員跟軍人 都是被人鄙視的 因為他們的薪水太低 所以出手永遠都是寒慘的 軟囊羞涩 後來待遇不斷的提高之後 每一個政客上台之後 都要發出利多 不斷的把薪水一直調高 一直調高 調高到最後現在沒辦法收死了 所以又要往下殺 所以變成有18%的問題 就是自己爭點在這裡 外國人看不懂 大陸人也看不懂 台灣人自己很清楚 OK 那這個我們話題不講 就是我們講說 這些軍公教人員之所以 會這麼樣子的急切 是因為他們沒有第二個求生本事 沒有第二個專長求生本事 這是一個蠻悲慘的一個現象 別人不要講 我就講我周遭人好了 周遭人我就講 都大學畢業 那個什麼高中畢業 那個初中畢業 更低學歷那就不用講了 高中大學畢業 在我這個62歲的年齡的人 比我年紀大 大學畢業的人 當時都是社會上的佼佼者 因為大學門非常的窄 那時候能讀大學 簡直就是已經登龍了 變成龍了 變成鳳了 這麼偉大的人 可是等到他退休的時候 他60歲退休的時候 或者景氣很差的時候 他的生意紛紛倒台的時候 怎麼辦呢 因為經濟萎縮 萎縮你就沒有生意了 不管你在民間經商 或者是你在教師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一直在裁一直在裁 我認識很多大學畢業的 明開大學畢業的 等到他退休的時候 他仍然都是聘僱 他用的是勞保不是公保 那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沒有缺額 教育單位也沒有缺額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學校一直在減班 然後學校一直在裁兵 裁兵到 根本沒有缺額可以 所以那些流浪教師 他就流浪了半天 這只是算是聘僱 雖然學校有那麼多老師 可是實際上真正有資格的 有教師資格的為數極少 同樣的很多工部門也是這樣 甚至於只有一個課長 是一個真正的高考及格的 這樣子的一個職級 其他所有課員 全部都是流動的 也就是一年一聘的聘僱人員 為了解決實業問題 為什麼他不開缺呢 是因為沒有那個缺 按照比例來講 沒有那個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一個就業問題 我認識兩位大學畢業的 一個是師大畢業的 師大畢業就是教書 教了25年書之後 退休以後一個月可以有七八萬的 八萬多吧 八萬多的那個退休金 那現在有18% 他一砍之後又變少了 另外可能還要再砍到本薪 所以他們的薪水將來會變得越來越少 那不打緊 是因為他們拿這麼多錢的時候 他們退休的生活非常優越 到非這邊 一下子到歐洲玩 一下到美國玩 一下到哪裡玩 世界各地都玩騙了 可是現在的狀況不太這樣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不散理財 他們那時候被那個股市名嘴給騙著 團團轉 一下投資者 一下投資那個 還是貸款 還是怎麼樣 抵押貸款 結果搞了焦頭爛額 然後經濟 一旦這個 金融危機的時候 不是金融危機 金融的幣暴發之後 他們就一發不得收拾 所有的錢 所有的股票都變成幣子 然後一下子 那些金融全部都幾乎歸零了 歸零還不打緊 可能房子抵押了 最後要拍賣 然後還有其他的更慘的 欠了一幣股債之後 怎麼辦呢 他拿到再回學校交書嗎 剛剛已經講過 沒有正式名額給他了 連那些現役的都不是正式的 都是聘付的 那他們怎麼回去再去補位呢 不知道為何 那他不能用本行來做 還是怎麼辦呢 比如說他以前教物理 教化學 教數學 教英文 教什麼 那他美術工藝 更是很難 更難找 音樂 更難找到那個投入額 很多中學 一個很大的中學 幾個上千人的學校 只有一個音樂老師 一二三年級 只有一個音樂老師 只有一個名額 那可能那個音樂教室 這是一個現象 那他們怎麼辦呢 我就看到有一個老師退休的人 他認為他自己還有體力 給他去做什麼 做端盤子的工作 端盤子不需要學力 完全不需要學力 你是文盲也可以端盤子 到餐廳嘛 端盤子 Weighter 教英文的老師去當Weighter 然後他覺得說 他能夠放下身段 他覺得很得意 因為他股票輸得一塌糊塗 他這個他不講 他不當的理財他不講 他只講到現況 他能夠端盤子 以六十多歲的高齡 人家還要他端盤子 然後他因為在職場上 總是會有所謂的 所謂的股嘛 那個放股的股 三個蟲底下一個名的股 會鬥爭會怎麼樣呢 私下來明爭暗鬥 他還要跟那些很低學歷的人 甚至於文盲的人 互相被人家勾動 人家還覺得嫌害 因為他是負體力勞動 他不是 你不需要會英文嘛 OK 就算有外國客戶來這邊吃飯 你也頂多就是這麼一次 你過去跟外國人 哈拉姐姐 因為你是教英文的 教了幾十年英文 你會英文 可是這並不能加分 老闆也不會為了這個給你特別獎金 而是那些老外 以後來這邊 在消費的時候 會指定說 哎 你們不只會講英文的人來嗎 或者主動來找他 只有這一點好處 實際上他沒有什麼好處 那他還是拿的這個 大概可能是不知道兩萬多塊錢吧 二十幾K吧 大概這樣子的底薪 為什麼 因為他 他的經濟的大洞還在那邊 他每個月還有八萬塊錢 目前啦 18塊還沒有改正值 他還有八萬多塊錢的薪水 可是那個薪水拿來補他 原來那個經濟大洞 那個股票的大洞 都補不上 所以你就知道他多慘 那那個慘的部分 他總是下而不談 他只談他現在在很得意的是 碰到他以前的學生 碰到他以前的同事 碰到他以前的認識的人 他覺得沒有什麼下不了面子的 你端盤子就是端盤子 支持其力 聽起來覺得很好 可是如果說 你只要把他前面那種 貪婪的那種金錢遊戲 連上的時候 你就會對他有另外一種評價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說 你學校你不能去 你還可以補習啊 你還可以做其他 哪有那麼多體力 六十幾歲的人啊 端端盤子不要動腦筋就好了 這樣可以買個煙抽 可以在那邊 苟且一下 也就 也就了事 這是他的看法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大學畢業的 然後以前是 不但是白領 而且曾經風光過 開個名車 然後賺了很多錢 因為那時候 台灣經濟蓬勃發展 當然了 因為做生意嘛 水轉成造 經濟蓬勃發展 當然你生意就是新融嘛 而且他做的是國際貿易嘛 他做得非常下下轎 可以這樣講 那時候走路都有風 這個名牌的 戒指什麼都是名牌的 手錶名牌的 衣服名牌的 手勢名牌的 化妝品什麼 全部都是名牌的 簡直就是一副那個貴婦人的樣子 可是現在 現在全部都沒有了 經濟完全不緊急 他這個公司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照理說他應該跟剛才那個人一樣 去端盤子 端盤子 那個人找他去端盤子 他不幹 他有一番手藝 但是因為年紀大了 六十多歲 快七十歲的人 而且那個手藝 做給家庭吃 或者是小量的可以 他當老闆的時候 招待客戶可以 這是一種加分的一個技能 可是要拿到廚藝上 每天要拋鍋要幹 那他也沒那個體力 也沒那個能力 尤其是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發人深信 他說 那個端盤子 幫人家端盤子 打死我 我也不幹 我說那你不幹這 你要幹嘛呢 你還有什麼其他能力呢 他說我只 只餵家人 只餵親人 烹飪 我不會被任何一個人 就簡單講他就不會去賣吃的 不會去那個 飲車飯交 也不會出去擺地攤子 他不幹這個 他的那種那個帝王血統 那個貴族血統 仍然放不下身段 那我就講說 你其實你放不下身段 這是你的 你要好好的反省 他不以為然 那繼續嘛 繼續熬下去 就是賣血 才也要繼續熬下去 OK 現在來講到那麼久 其他人 請教我吧 我竟然62歲 那個 我是一個 一個 一個非常 非常柔軟的 人 怎麼 什麼叫柔軟 我先講一下 我在 你如果看過我影片 你就知道 我們從小是游泳 游泳選手 所以游泳啊 潛血這些是我的成業 那 我高中的時候 想打工 沒有機會 後來自動去馬頭 去打工 那個工作是很粗重 而且很髒的 因為油啊 跟油膩和在一起 事實上 那個手上 事實上弄得油膩的時候 你坐公車的時候 那公車司機都不在 他把門都不打開 那你要跟其他人混進去 才能上公車 然後上公車自己要帶報紙 因為你全身都油膩 髒的 你不能坐位子 那你要 你要手去抓到那個 那個調環 你都要拿報紙包著 免得把它污染 那司機會罵你 我跟你吵架 那你走在任何地方 你再拿報紙鋪在地下 因為你身上油膩嘛 腳上也是油膩嘛 那回到家裡 要洗很久才洗得乾淨 做這樣的工作 因為什麼 因為薪水很高 不是薪水 工資啊 臨時工忙 那另外我也曾經講過 我說游泳去 去把那個老闆的福球 那個福桶 水桶拿回來 那個故事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 可以去看看 對我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這些故事 水中摩陽宮 那這些都是我童年的時候 可是 請注意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武術的這個 這只是一個架式而已 曾經有一個 位高權重的人 講了一句XX話 他根本就是一個 不上章的人物 我不管他有什麼階級 不上章 像是麻將裡面 胡不了牌 就叫不上章 簡單講就是 上不了台面的傢伙 直接這樣批評他 那 因為他已經退役了 差點那個F開頭的英文字 就要出口 好那不講了 那我現在只講說 十四求是好 那我之所以 我這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好像在自己在這邊自吹自己 沒什麼必要自吹自己 因為我教過的徒弟 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地區 至少有七八百人 我大概在高中時代 我有練這個拳腳 那是要拳腳功夫了得 了得到什麼程度 我大概十八歲了 十七八歲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砍那個紅磚 兩塊手刀 最常筆劃的手刀 正拳也可以 然後腳刀 一下子四塊 四塊鑽的紅磚 隨便去挑 這些都不用騙人的 那些以前在建成裡混流氓 混太保的那些人 都還跟我拜師協議 虛心拜師協議 他知道 如果真的交手的話 刺手空前交手的話 他馬上可能就完蛋 所以他知道 他的大拇指跟著我學 但是那時候我是免費的 因為我高中生 還沒有經濟頭腦 一直到認識我的師父 李治海先生 他是一個樂團的 傳統戲曲的樂團的 一個後場樂師 他常常看我的筆劃 當然了 這中間還有一些人 現在還健在我就不講 那些影視紅心 以前在服役 在義工隊服役的 還有一些有名的武丑 當年也在這邊服役的 都跟我有認識 也都有接觸 有的人還拜過師 那我不提 免得沾人家光 我就不提這些東西 所以真功夫假功夫 就不用吹牛 當場演示 那我的師父常常看我在這邊表演 所以他 李治海 我直接講他名字 李治海先生 是我的師父 他不是我武術師父 果然是我國樂的師父 鼻子 琵琶 什麼二胡 那我們就不提了 那他也是把我打開一扇很重要的窗 我父親也知道 我每天在家裡練舞 很多人來找我練舞 甚至於我哥哥 我哥是民國38年次的 在某某特殊單位裡面 情報局吧 簡單講是情報局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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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官 情報員 那他以前小些同學是國邦醫學院畢業的 國邦醫學院的名醫 現在也大退休了吧 因為我都62歲 他們都比我大六七歲 那那個應該也都退休 有名的醫生 名字我就不提 因為他們非常有名 所以我也不想參觀 他們都來跟我拜師學藝 還送給我紀念品 到現在還存在 所以當時我沒有生意頭腦 所以我的師父李治海先生跟我講說 你那一套東西 夠硬 你應該開館壽圖 去租那個租場地 然後開館壽圖 收費 OK 那我今天講說 我是打了機械 我就講說 我確實也沒錯 我當年你看 剛才兩塊磚頭 腳是一塊四塊磚頭 還不打緊 我跳後拳就可以踢到 兩米多 那有人講說 你要踢那麼高幹什麼 你的對手可能就有兩米多 你可能跟姚明對打 如果你稍微懂一點武術 我就不用多介紹 那還有其他動作 當然是引人入勝 所以才會有幾百人跟我學 但是這是免費的 那時候我是 你只要來拜師 我就教你 但是因為 要擇其良才 擇其英才與教職 如果不是英才 你也學不會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只是說 教學相長 我教了你知道 我知道有很多人 連那個腳趾頭 連扣腳刀都扣不起來 那個腳趾頭都沒辦法 扁啊什麼 很多動作他都不能做 我們覺得很簡單的 就像說 吹笛子的花舌 我們覺得天生就會 可是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 我才知道人的差異 那時候我才十七八歲 我就因為教過很多人 有很多的教學經驗 像我們跳後拳機 可以踢兩米 有的人隨便 一個後拳機 他就頭暈了 然後要把你摔倒 幹麻的 一大堆 讓你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你是天才 他不是啊 他連平庸都不算 他是獵才 可是他很嚮往這個世界 像這種人 我就直接告訴他說 那時候我雖然只有十六七歲 我直接告訴他說 你不適合學生 算 免得受傷 就這樣 但是我既然如果說 我開館 我就要有教無類嗎 也不是 因為我要個人差異 我要盯著每一個人 那時候我才十九歲 我的師傅就告訴我說 怎麼樣子經營 怎麼經營 我自己畫海報 那時候我還沒有印刷 因為那個地區性的這個 武館 你用印刷還沒到那個批量 所以每一張海報 都是我自己親手畫 親手寫 然後到處去張貼 貼在人家那個電影廣告上面 這還不打緊 我師傅說 你還可以做那個幻燈片廣告 在電影院播 當時的電影院 要放電影之前 他們會打一些廣告 你只要給電影院錢 你只要給他那個幻燈片 那幻燈片怎麼做呢 當時我連相機都沒有怎麼做呢 要到照相館 以前的照相館就可以做這個 這個叫做美術設計 廣告設計 那個時候我也沒學這些東西 那我師傅跟我講說 就告訴我到照相館去做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戲團 每次在表演的時候 打的幻燈片 都是找照相館做的 照相館跟他們長期合作 所以他跟我介紹那個老闆說 來你給他算便宜一點 然後我就把我的照片 把我那些那個我想要表達的文案告訴他 然後他就幫我做 然後給我看說怎麼樣 可以嗎 OK 可以就做成這幻燈片 正片 我自己後來高中畢業以後 我自己拍很多很多幻燈片 現在我還有幻燈機 現在這些東西都算是古老的 有這個powerpoint之後 幻燈 傳統那種一片一片的那個slide 那種幻燈機已經沒有了 我現在還存在 我的幻燈片還有好幾百片 以前我教學都是用這個 教那個模型設計 教機械設計 教產品設計的時候 我都是用幻燈片 那只有教武術那個時候是直接做動作 但是因為我有定格照片 各位都有看過 那我當時就是做這個廣告 結果人家就看電影 因為左營就兩家重要的電影院 每一個是中山堂 一個是中正堂 那另外還有一個 現在已經都關 我現在講這些都關閉了 早就倒閉了 因為景氣太長 而且時過境遷 還有一個清水戲院 觀光戲院 這四家戲院我都做過廣告 所以 十九歲吧 應該已經早就名聲響策做營地區了 因為我的學生中間 就是眷村的也有 不是眷村的也有 大部分不是眷村的也有 因為他們才 老百姓才知道要花錢學東西 軍人跟軍卷 永遠都想要找那個免費的 落軍的啊什麼的 那些貪那些便宜 因為這是因為他以前的行程很少 軟囊羞澀 所以老是想搭人家的那個 那個打秋風 那我在那個廣告上面 當年我們一起在童年玩伴就說 哇 阿吳哥好厲害 他現在在廣告 天下一級成名天下之 以前跟他學是免費的 現在都要繳費了 那他就 就不願意學了 如果以前跟我學了一點東西的話 就算他撿到了 OK 那這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而且那個時候 而且那個時候我還去 我還沒有印那個廣告 我只是貼張貼 張貼廣告在沒有人的時候 晚上 十點以後去張貼 然後第二天早上 人家會經過那裡看電影的時候 電影的廣告牌上 公布欄上 有我的 有我的廣告 那時候我才十九歲 我今年六十二歲 我從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那後來 後來我又做了一些那個 一些那個 開過這個補習班 專門訓練這個設計 設計人才的開過補習班 那我的補習班是 是記憶 專業的記憶 像比如說廣告設計 平面設計 室內設計 模擬設計 還有場面設計這些東西 那我就做DM 所謂DM就是 Direct Mail 也就是直接寄到你的信箱裡面 那這個折頁的設計 圖文並茂 很多人 那個大學學那個什麼 學那個 新聞或什麼的 看到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設計稿 很驚訝 哎呀老吳你什麼 無所不能啊 上根下地 你無所不能 你還會設計這個 你這怎麼做的 怎麼套版 怎麼怎麼怎麼印刷的 我說這個所有的圖文 全是我做 全部是我設計 當時是要用照相打字 標題是照相打字 那些文章到現在都還質地有深 前一陣子我介紹 這個經濟墨裡面有所謂的八部床 八部床裡面 我講到說 講到那個八部床 大概有八尺那麼長 八公尺那麼長 實際上那個 當時還沒有話還沒講 我早在那個 三十年前吧 三十多年前 我就已經有設計過 室內設計 我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古代的人 他沒有所謂套房的觀念 所謂套房就是有衛生間的 也就是有浴室跟馬桶的 這種叫做套房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就是臥室而已 那個在古代 他沒有衛生間的概念 他沒有住的馬桶 那盥洗就是用那個盆子洗 就是用盆浴 所以整個八部床就是 就簡單講就是一個套房 他的套房包括什麼 包括馬桶 馬桶是便利用的 然後包括一個洗澡盆 就是洗澡 也就在他臥室裡面洗澡 一間房間就是塞那個床 那個床是現主的 然後另外就是馬桶的那個 盥洗台 就這樣 這就是所謂的古代的套房 早在三十多年前 我就已經 已經發表過這樣的文章 那我就有機會再介紹 文獻還有圖案還在 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我們今天不講這個 我就講 當年我做這個DM 我全部一手策劃 一手設計 一手做 然後寄出去 然後也 大概賺了一桶金吧 這個我就不講 怎麼賺一桶金 這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可以隨時站在街頭上面 去 吆喝 各位你看看我的吆喝 就知道了 我不會覺得臉紅或什麼 因為我在推銷的是什麼 推銷的是我自己 myself sailing myself 我要促銷的是我的產品 我的理念 我的東西 我個人 我的image 就像我現在講話一樣 那至於說 有沒有人 那我們只能接引有緣 有緣的人 沒有有緣的人我們怎麼接引 不可能 絕緣體怎麼可能接引 所以在這個當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點很驚訝 你的那個 兄弟姐妹 怎麼都沒有跟你一起出現 來做這個 他們都不會 再次講一次 這上面的東西 他們一樣都不會 那個 舉個例子來講 就像武術來講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來我們家拜師的人 現役軍人還有 軍官都好幾個 來這邊服役的時候 還有那些一鵬隊的那些 現在當紅演 當紅的演員 這些人 以前都來我們家拜個師 因為我師父 就是順了個單位的 直接找他們 直接來拜個師 他們拜師 可是真正的媽 這個單膝跪地 我馬上接引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折我的瘦 我年紀比你千好幾歲 不要折我的瘦 你能不能學到東西 是你的本事 如果說你還不行 我還要告訴你 不要練 免得傷了自己 我十九歲的時候 十九歲 我還沒開道館之前 我有個姊爺讀師大 那時候他在大學生 他教教育系的 他最後有一個課程 叫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的那個教授 就要求他們 每一個人要設計一個課程 你要去教你的同學 試教 那我自己也受過十字的訓練 我知道這種叫做試教活動 他想要用什麼題目呢 別人都可能教的是什麼 網球教的書法教什麼 他想說 這些分數都低 他就想說教武術 他會什麼武術 他什麼也不會 他特別請了兩天假 從台北 坐火車下來 以前那個時候 火車 火車非常貴 而且要 舟車勞頓 也是一件很廢事的事情 特別做回到左營 我們老家 來跟我講 事先他已經跟我寫信告訴我 他說他想做武術 因為他看我在教武術 而且每次在那個院子裡面 呃呃啊哈哈的 帶領一大堆人在那裡練武 他雖然沒有練 但他耳濡染了 知道說他老弟了得嘛 到底什麼地方了得 他也搞得清楚 結果他又回來來找我 找我之後我就教了他幾招琴拿 琴拿反琴拿這些東西 教了他一些基本的暖身方法 因為武術的暖身方法 跟一般運動是不一樣的 他要特別練一些特別的關節 那結果他就學了這個時候 他就回到屬校去找 呃他就教這個連課活動 就教教到女子女子防身術 結果贏得他們現在 他們已經退休那麼久 他們的同學都七十幾歲了 六十幾歲七十幾歲的人 他們就說 他們班上去俠女 所以俠女現在還沒在教 所以我姐姐笑說 哎呀這個是惡補的 我老弟給我惡補了 那講到其他人 你可以看看我其他影片 我以前教的人 賀賀有名的 算我徒弟了 當時我才十幾歲 那可想而知 我給他惡補了兩天而已 他就可以在他們學校那個 這個課程裡面 連課活動裡面 拿到高分 而且全班同學 因為你要教嘛 全班同學都要運作起來 然後都覺得有模有樣呢 你還要指導 你還要上去指導 他是現學現賣 他根本沒有練過半天的功夫 就是我教他 教他之後怎麼教呢 我跟圖姐 然後告訴他 這一招怎麼樣 給他記起來 他是做筆記 當時用照相機的話 也很難做那個並格的動作 只有告訴他 馬上讓他知道 然後找人家會怎麼反應 反勤勞 等等 這些東西 他就得了高分了 然後他們這個同學會 幾十年 畢業以後 幾十年之後的同學會 人家還 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是個俠女 武功高強俠女 學了 就兩天二虎 那可見知道 我有多會教 我對教學的那個 特殊能 這個能耐是從我高中開始 十六七歲開始 十六七歲我就教了幾百年 開道法 更加職業的教授 我從那個武術運動裡面 教學的經驗 教學相長 所以老師也會 也有長進 長進的是 他知道人的不同 因才師教很重要 這些人 不能做這個動作 你就要把它化解成 一二三四 不能一下教 那如果這個人很厲害 可能你兩個動作 你就可以把這個動作交給他 但是